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众山未曾深处 笔合世界未曾造成 恨不知到永远你是神 主啊 你看待千年 如意过的昨天 犹如夜的片刻 你叫世人归于战斗 白天生长 吻上苦干 求你只叫我们数算 自己的日子 是我们的朝 智慧的心 早晨我们 保长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 欢呼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众山未曾深处 笔合世界未曾造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啊 你看待千年 如意过的昨天 主啊 你看待千年 如意过的昨天 犹如夜的片刻 你叫世人归于尘土 白天生长 吻上苦干 白天生长 吻上苦干 求你只叫我们数算 自己的日子 是我们的朝 智慧的心 造成我们 保长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欢呼喜了 谁知道 你无期的 却是畏惧你 谁按着 你感受的 尽会尽为你 谁知道 你无期的 却是畏惧你 谁按着 你感受的 尽会尽为你 就你只叫我们数算 自己的日子 是我们的朝 智慧的心 造成我们 保长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欢呼喜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一阵长的心 相浮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是我看见 一阵长的心 灵首生命火水 从你而来的 温柔且卑 何等暗殿 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暗殿 你保险为我流 何等暗殿 何等暗殿 你依此归荣耀 为我灌眠 我的醉 你充满贪 何等暗殿 何等暗殿 一阵长的心 相浮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是我看见 一阵长的心 灵首生命火水 从你而来的 温柔且卑 何等暗殿 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暗殿 你把血为我流 何等暗殿 你把血为我流 你尊贵荣耀为我怀孕 我的嘴比充满了泪 你的挪去 我所有枷锁 你诺取我所有重担 你诺取我所有伤悲 你与你赔的所有松担 你诺取我所有枷锁 你诺取我所有重担 你诺取我所有伤悲 你诺取我所有伤悲 恨的暖天 你几年在乎我 恨的暖天 你保险为我留 恨的暖天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怀孕 我的罪 你充满的暖泪 恨的暖天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怀孕 我的罪 你充满的暖天 恨的暖天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怀孕 我的罪 我的罪 你充满的暖天 我相信天赋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怀孕 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 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 赐给我宝贵几大能力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怀孕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怀孕 我相信耶稣是真身 我相信耶稣死里夸这颗 我相信耶稣是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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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天赋创造世间 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 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 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去皇 我期待 告知耶稣基督的命 照顾万民至上的命 耶稣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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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喜要归拜 万口承认 耶稣基督 世界地主 我相信耶稣是主 我相信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耶稣基督的命 永远的神 君王 我请问 我请问 告知耶稣基督的命 照顾万民至上的命 I believe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主 这世永远的圣君王 我尽快 告知耶稣基督的命 照顾万平之上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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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太阳鱼可流起来赞美 耶和华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欢呼要歌唱 起来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我要唱 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大声 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我要唱 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大声 欢呼赞美 沙利路亚要 我要专心专心来爱他 将我的心的心写给他 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 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 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 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 哈利路亚我要成 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大声 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我要成 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大声 欢呼赞美 哈利路亚我要唱 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大声 我不再美 哈利路亚我要唱 哈利路亚我要跳 哈利路亚我要大声 我不再美 Woo-oh-oh-oh Woo-oh-oh 当我悲伤难爱 诉不尽最深的悲哀 亲爱主 我的主 恳求你倾听我的心 当我希望满怀 倒不出最美的期待 亲爱主 我的主 求你倾听我的心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告诉我 你什么都明了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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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悲伤难爱 诉不尽最深的悲哀 亲爱主 我的主 恳求你倾听我的心 当我希望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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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满怀 他们的心跳 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 告诉我 你什么都明了 告诉我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心跳 祝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亮 祝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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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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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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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聆听我来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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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大家预备好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来崇拜我们的神,请大家一起来磨蹈。 守住,尽在大理上殿中,望过敌人的赎金,望过敌人的赎金, 窃难淑醒,放搜紧,在主前,啊明 诗篇98篇第一节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二首 荣耀归于真神 荣耀归于真神 他拯救大师 为爱是人生 致辞下独生子 写上他这名 为人数最少外 有些美意打开 人人的亲爱 草弥陀 草弥陀 天地映出生命 草弥陀 草弥陀 万民快乐都行 亲爱 这主耶稣 进入国家中 荣耀为主 他已成就的时光 速最晚 油笛造谣 之法学大工 翻心 加上游戏 有人身心欺 tierra 只要我从罪人真心解纳中 与真心的耶稣也不可生命 照片中 照片中 天天听出声音 照片中 照片中 把你快乐的心 请爱 借主耶稣 进入我家中 荣耀为主 祂已成就的时光 荣耀为真生 祂成就的时 只剩 祂耶稣 我们得了欢喜 只剩 祂尊 荣耀为主 耶稣 进入我家中 将来的建筑 明和的那恩仇 荣耀为主 荣耀为主 全力听出声音 荣耀为主 荣耀为主 万别快乐老心 请爱 借主耶稣 进入我家中 荣耀为主 祂已成就的时光 感谢这位主 荣耀为于真神 祂已成就的时光 现在请弟兄姐妹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 弟兄姐妹可以选择跪下 或站立或坐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 首先我们为着神的恩典 上帝所成就的大事 我们来向上帝来感恩 并且来到上帝的身宝座前 求圣灵来检查我们的心 看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求主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现在请大家一起开身来祷告 祝福真神 上帝 这是健全 十字架 十字架 又是我的荣耀 我终醉漏喜情节 为靠耶稣报学 就这让我们一同来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 求主带领我们特别在这段时期 我们可以好好地按照圣经的原则 我们好好经营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也为着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 我们也来向主交托 求主使用我们来成为福音的管道 让我们一同开生来祷告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让我们为着马来西亚国家来交托给上帝 求主是智慧聪明给我们的掌权者 也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国家的局势 并且在祷告当中我们深信 无论情况是多么的糟糕 我们依然相信上帝在掌权 让我们一起背着我们的国家来向上帝祷告 一起开身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我们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 有在身心灵上有软弱的或者病痛的 让我们一起为着他们来祷告 我们也同时纪念到弟兄姐妹们 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好好的利用时间 我们一起来定时的在线上我们一起的崇拜 也求主带领线上的崇拜 从头到末了的整个的程序 都能够让弟兄姐妹得造就上帝的名字被告举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心祷 应允道告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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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允许是本可靠 赞美主 赞美主 由耶稣为我众报 主的因迟早必到 却透过说下做到 赞美主 赞美主 弟兄姐妹请坐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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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赞美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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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请我耳术身上 任心能以随处心中 与我与父良报解放 英勇耶稣亲上灵光 耶稣灵光 耶稣灵光 耶稣天灵光 耶稣天灵光 愿从我主天心不意 以我们主情守灵光 等到新王一世路程 逃脱主儿方圈倒下 四路灵光 耶稣灵光 一有耶稣亲上灵光 耶稣灵光 耶稣灵光 耶稣天天亲上灵光 愿从我独天心不意 以我们主情守灵光 感谢主耶稣 常常用祂的恩手 来领我们走每一天的路 现在请弟兄姐妹 拿起你们的圣经 翻开圣经 诗篇104篇1至9节 诗篇104篇1至9节 翻到后让我们一起来宣读 这段的经文 一二期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为之大 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披上亮光 如披外袍 铺张穷仓 如铺曼子 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 用云彩为车脸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将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动摇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有如衣赏 助水高过桑林 你的斥责一发 水便崩逃 你的雷声一发 水便崩流 助山身上 助谷城下 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 使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圣经就读到这里 愿主赐福凡听他 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现在我会来报告 本周会晤 在星期四晚上八点 我们依然在线上有这个解经聚会 讲员是我自己本身 请弟兄姐妹 可以定期地我们上线来听上帝的话语 在星期六早上十点 我们依然有空中子日学 也是在线上的 请弟兄姐妹们 把你们家中的孩子 能够带到这个主面前 我们一起的来在当中参与空中子日学 来敬拜我们的神 星期六晚上八点 依然有青少年团契 也鼓励青少年人们 善用这段时间 我们节制地来一起参与 这个青少年团契 因为目前青少年团契的人数 都不到五个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年轻的弟兄姐妹 多多地来参与 青少年团契 免得我们对主的爱心 渐渐冷淡 星期日早上十点 我们依然有直播 主日崇拜 讲员是正子超传道 他要讲的讲题是 我们该追求什么 经文是在以赛亚书33章15-16节 在下个星期 我们会有这一个侍奉团队 开始可以我们一起的分配 有更多的服侍岗位 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主 请弟兄姐妹留意 这一些的服侍名单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我已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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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 决定 但愿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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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请 林晚宁知识来宣读 我已经决定 第一节 第一节 我呼唤沙母儿 沙母儿说 我在这里 就跑到以利那里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的儿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那时 沙母儿还未认识耶和华 也未得耶和华的末世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沙母儿 沙母儿起来 到以利那里说 你又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因此以利对沙母儿说 你人去睡吧 若再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 请说 仆人静听 沙母儿就去 人睡在原处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沙母儿啊 沙母儿啊 沙母儿回答说 请说 仆人静听 第十一节 耶和华对沙母儿说 我在以色列中 必行一件事 叫听见的人 都必耳鸣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 到了时候 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我曾告诉他 必永远降乏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 以利家的罪孽 虽献祭 奉礼物 永不能得赎去 沙母儿睡到天亮 就开了耶和华的店门 不敢将默示 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 沙母儿说 我儿 沙母儿啊 沙母儿回答说 我在这里 以利说 耶和华对你说什么 你不要向我隐瞒 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 愿他重重的降伐于你 沙母儿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 并没有隐瞒 以利说 这是处于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沙母儿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 从当到别是吧 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知道耶和华 立沙母儿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四罗显现 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 默示沙母儿 沙母儿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愿主赐父反听于遵行他话语的人 感谢上帝在前几个星期带领了彭宏国传道 来为我们传讲 沙母儿记上的第一章 从中我们看到上帝要借着 人类看似软弱的人来成就大事 而今天彭宏国传道会来为我们传讲 沙母儿记上的第三章 让我们一起 存着谦卑受教的心 来聆听上帝的道 我们有请 彭宏国传道来正道 讲题是 重寻属灵的温度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高兴今天早上再一次有机会 跟大家一起见面 我们用神的话来彼此来勉励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上主我们把今天早上这一段 思想你话语的时间 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 我们求你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生理当中 使我们的生命在今天早上 能够再次被你眺望起来 让我们在今天早晨这段的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成为 我们与你相遇的时刻 你带领我们 无论讲的听的 同感于圣灵 我们如实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早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早上 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的见面 一起思考神的话 在今天早上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用一个题目跟他的思考 叫做重寻属灵的温度 在1738年5月24号当天 魏理工会的始祖魏师李约翰 在今天这一个时刻 他的灵性得到复兴 当时候 他的日记里面是这么记载 就说 他说网上我很勉强地去参加了一个 在雅德门街的聚会 会中有人深读路德为罗马人书写的序文 8点45分左右 当他讲论到接着对基督的信 上帝在人心里所施行的那一种改变 我心里异常温暖 觉得自己却以信靠基督 为靠基督得救 并且得到一个保证 他已经洗清我一切的罪 且以整接我脱离了罪和死之旅 这一个网上是魏师李约翰 整个生命开始改变的一个网上 因为在当天 他的属灵生命再次得到眺望起来 我们可能觉得很特别 只不过读了一个 罗马书的序言 怎么会让一个人改变呢 原来当时上帝在他心里面 动了一个上功 让他感觉到他生命里面 再次感受那个的温暖 使他过去 他生命里面所经历的失败 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不顺利等等 在这个时刻 他感受到了上帝的爱 感受到上主所赐给他的那一种的平安 所以他再一次的重新得力 这是魏师李约翰 他属灵生命更新的一个网上 非常特别 今天5月24号 所有的魏力公会 都会在这一天纪念 魏师李约翰领命复兴的日子 而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早晨 我们特别用了圣经当中 一段非常妙的一段的记载 在《圣母尔记》上第三章 一到二十一节里面 来探讨一个属灵生命低温 跟属灵生命正常的人 他如何面对生活 我们从《圣母尔记》上第三章里面 所看到的是一篇的记载讲到谁呢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是以利跟萨母尔的故事 我们过去通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焦点都放在萨母尔的身上 上帝四次呼唤萨母尔 然后萨母尔回应他说 主啊 请说 仆人敬听 我们看见萨母尔回应上帝的呼召 但是我们时常忘记了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人物 叫做以利 以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放映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去看整段经文 你会发现到 上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 上帝就说了 圣经里面就说了 那个时候姚儿华的言语稀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是一个灵性混乱的时代 我们看到了一个上帝 没有对年老的以利说话 却对了一个年纪 非常轻的萨母尔说话 从这两个人的对比当中 你会发现 以利是一个年老的人 他的生活当中非常多的经历 但是萨母尔的经历非常的少 另外一个角度 以利也是一个位高纯重的人 他身为当时候的祭司 他所代表的 就是那一种 在信仰体系里面 他所代表的是 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成为祭司 萨母尔是谁呢 萨母尔只不过是一个 年幼的孩童 在以利的身边 学习怎么样服侍上帝的人 但是经文当中 就非常特别 让我们看见几样的东西 还有就是以利 他虽然位高纯重 但是他却眼目昏花 他心灵麻木 他没有得到上帝的末世 相反的 这位的萨母尔 虽然他年纪很轻 但是他耳目清新 这个年龄的他 当以利告诉他说 如果你再听到有人这么呼唤你 你就应该怎样怎样回答他 萨母尔就照样做了 换言之 萨母尔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 而且他也不断地领受这个的末世 我们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对比 上帝没有对位高纯重的以利说话 但是上帝却对了一个 人心言威的萨母尔 不断地显示自己 我们就问了 到底以利的生命 出现了什么的问题 到底以利的生命 出现了什么问题 以利的生命当中 至少放上释上释样很重要的毛运 第一 他亲世祭司的职份 我们都晓得 祭司在当时候是代表百姓们献祭 但是以利所的两个儿子 当他去献祭的时候 他没有应该把献祭的部分献给神 他没有尊重祭司所扮演的角色 而以利看见这两个孩子 是这样的孩子的时候 他并没有用父亲的那一个的身份 去阻止那个孩子 我们就看见了 以利把这一个祭司的职份 当作是一个的工作 他不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的服事 是在服事上帝 这是以利生命当中 开始放上的第一个的锚定 他开始侵蚀了这一个的职份 认为这个的职份不是非常重要的 认为这个的职份对他而言 这个的职份可能只是 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在服事上帝 第二 以利所放上的毛病 是叫做尊重儿子 过于尊重神的一个毛病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圣经里面就告诉了我们 在《圣母记》上二章三十节 原来上帝责问以利的时候 说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侵蚀 原来以利非常尊重他的孩子 当他儿子放错的时候 在献祭的事情上 儿子不听不遵守这个 绿列典章 按照正常的规矩去行的时候 以利并没有阻止儿子 甚至当儿子放上 不可饶恕的罪的时候 以利只不过轻轻的责备他说 儿子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会让以色列的百姓 陷入这个罪恶当中 但以利始终没有阻止他们 在以利的生活当中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把他的儿子地位 看得比上帝还高 第三个以利所放上的问题 他夺取了上帝的寄物 在撒摩尔记上二章二十九节 然后上帝这么对他说 你们为何践踏我所吩咐 现在我居所的寄物和供物呢 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将我百姓以色列所献美好的寄物 都拿去养肥你们自己呢 按照律列 献祭有许多种不同的寄物 包括方祭 平安祭 赎罪祭 数祭等等 每一种的献祭方式 都有不同的规定 有一些需要完全把它烧完 有一些是需要献上脂肪的部分 有一些的寄物部分是归祭司的 有一部分是归给这个百姓的 但以利的两个儿子 完全没有遵守这些的诫命 他使用这个祭司的职份 偷取上帝的寄物 而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 犯罪的时候 上帝愤怒了 那以利怎么样 好像没有任何的反应 以利放上第四个的毛病 那个叫做藐视上帝的警告 当上帝透过先知 对以利说话的时候 以利没有任何的反应 如果你看第二章跟第三章 你会发现有两次 上帝透过先知 跟透过撒摩尔 对以利说话 第一回在二章的二十七节的时候 上帝拆拍一个神人 去告诉以利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这样子行 是上帝不喜悦的 但是以利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 接着下来到了三章十八节的时候 当上帝跟撒摩尔说话 透过撒摩尔再次显示说 以利的家后果会是怎么样的时候呢 以利怎么说呢 以利说他是耶和华 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去做 以利听到上帝的审判 但是他认为说 上帝既然你认为这样子做好 那你就做吧 他没有任何悔改的心智 这里面就提醒了我们一样的事情 以利的心灵开始麻木了 他陷入了一个叫做属灵低温的状态里面 属灵低温 以利的这个属灵低温 造成他个人的这个灵命的危机 他听不到上帝的话 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当上帝透过先知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心灵已经麻木了 这是他个人的这一个的麻烦 问题也在这里 当他服事的时候也开始显得马马虎虎 简直当他得罪上帝的时候 他也不自觉地说他已经得罪上帝了 换言之 一个人听不到神的声音 没有神的引导 他的人生就不懂往哪里去 以利虽然坐在这个祭司的位置上 但他这个时候属灵低温造成他的生命 他的个人已经开始麻木 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从家庭角度里面去看 以利属灵低温带来的影响是 让这个的家庭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 因为老爸没有好榜样 因为老爸没有很好地管教他的孩子 以致他的孩子不懂得如何尊敬上帝 以致他的孩子得罪上帝的时候呢 还自以为自己做的是好的 还自己以为满足了自己 肥了自己 但是他不敬畏上帝 就是以利让整个家庭陷入在不敬畏神的处境当中 身为一个父亲 他没有好好地管教儿子 导致儿子的生命 没有神的话语的管教 的浇灌 然后不断地在犯罪当中度过 就是以利属灵低温带给他家庭的麻烦 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看 以利属灵的低温 也让整个的社区信仰迷失了方向 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 那个时候的处境是在王国 要建立王朝之前 就是在士师时期 进入到王朝的时期 在这个的时段里面 士师如果没有扮演好他的角色 百姓就会放肆 而以利身为当时候的宗教领袖 他没有很好地把信仰的原则 教导民众 导致百姓们在敬拜当中 失去了次序 我们可以从历史里面可以看见 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时候 许多时候他们在敬拜的时刻 就掺杂了一些外邦人的信仰 外邦人的这种敬拜的模式 也掺杂在里面 这是以利让整个社区 带领整个社区迷失的方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思考一下 我们今天是否也放上以利的毛病呢 我们是否也跟以利一样 放上这种属灵低温症呢 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称为一个组长 或者是一个执事 团长 甚至可能是教会当中的牧者 我们是否 是否已经不再听到上帝 对我们说话了 还是你已经多久 没有真正从上帝那里 得到一些的启示 或者说得到一些的末世 或者说从上帝那里 得到一些话语的浇灌 让你懂得如何继续去牧养呢 以利属灵的低温提醒了我们 我们今天很可能 也会陷落在属灵低温当中 威士李约翰当他在1735年去到美国 去做孙教的时候 他经历了三年 孙教非常不顺利的处境 所以当他去美国是兴致勃勃的 但是回到英国的时候呢 是非常低势气的 很多的麻烦 很多的不顺利 导致他整个人觉得心情很低潮 很郁闷 因此他在日记里面才这么说 他是在那种很勉强的心态 很勉强的去参加这个聚会 然而就在他属灵低潮的当儿 上帝的话对他说的时候 他内心里面开始产生那种的火热 那是他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刻 思考一下 我们今天多久没有听到上帝说话了 是否我们已经陷入了属灵的麻木状态 导致我们不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呢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思考 可能过去我们曾经在圣经当中 领受过许多的教导 甚至可以教导人 但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上帝对我们说话了 或许圣经的知识我们有非常的多 我们也很会说话 但是我们的话没有带着属灵的存病 我们是否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真的要好好地思考 因此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要如何去回应它 我们从第三章里面看见 以利生命当中的情况 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要重新寻回属灵的温度 我们要寻回属灵的温度 当我们发现我们处在低潮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继续让我们沉沦在低潮里面 我们需要从这个的属灵低潮当中再次站起来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开始做一些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 至少给我们三样的东西 是我们需要提醒的 我们要怎样获得属灵的温度呢 第一样的东西 我们要学习自我省茶 什么叫自我省茶 当我们看圣经 圣经在第三摩纪上 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三章第八节说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异象 然后第八节说 耶和华第三次在呼唤赛姆尔 赛姆尔起来到以利那里说 你叫我吗 我在这里 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这小孩 所谓的自我省茶 就是自我防省 是减好自己的思想 行为有没有偏差 而以利的失败 就在于他没有自我省茶 如果你在看这段经文的分别 第一节告诉了我们 这一段的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异象 但是到第八节的时候呢 上帝却呼唤了赛姆尔 而且是一而再 再而上的呼唤赛姆尔 如果我是以利 我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上帝不要跟我说话 为什么上帝要跟一个小孩子说话 但是却弃我而去呢 然后以利没有 以利的属灵的生命 陷入在一个低潮当中的时候 他没有做这种自我省茶的工作 他没有问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 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上帝 所以换言之 一个愿意自我省茶的人 他其实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生活处境 跟他的属灵面貌 可以提醒我们要及时的回头 如果以利在当时候 他愿意自我省茶的话 开始防省的话呢 上帝透过先知跟他说话 他开始防省 上帝透过善魔跟他说话 他开始防省 他的生命就不会陷入到 那一种属灵最低温的处境里面去 思考一下 上帝多久没有对我们说话了 我们属灵的生命 多久没有触电的感觉了 恋爱中的男女都知道 那一种第一次见面 开始热恋的那一个阶段 那种触电的感觉 无论从眼神 从话语当中触电 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也会有触电的感觉 但是可能信了久了 几年了几十年了 触电的感觉不在了 我们是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如果是我们真的要好好防省 是不是我们已经把读经祷告 当成是列行公事了 以色我们没有办法 在灵修祷告的时候呢 没有好好地从神的话语当中 得到一些的牧羊 甚至我们已经在读经祷告里面 感受不到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 如果我们过去一而再再而三 我们都有宗教的行为 正如当时的以利 他们照样献祭 他们照样在耶和华的殿中点灯 应该有的信仰礼仪 他们都遵行了 但是 他的生命里面不再有感动 他的生命里面不再有触电 他的生命当中已经枯干 已经感受不到神与他同在 想一想我们 我们多久没有好好地祷告 敬拜上帝了呢 在21世纪的今天 Facebook Instagram WeChat WhatsApp 这些等等的社交媒介 可能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 好好把它抽离出来 安静在神的面前 读经祷告 我们宁可把时间 留守在无聊的直播 或者一些的吹水帐里面 看看他们怎么样在当中 评论一些的事情 我们觉得这样子 人生过得很有趣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 把时间花在与神交通沟通里面 以致我们的生命 开始迷失了方向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们 MCO是让我们的生命 变得更加成熟 还是越来越放纵的 我们的生活 每天除了吃喝拉撒碎之外 我们有没有想过说 在这段的期间里面 我跟上帝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糟糕呢 我们需要自我心察 不要放上以利所放上的 这个的毛病 不懂得自我心察的毛病 第二 我们不当要懂得自我心察 我们还要立志改变 你看圣经里面这么说 撒摩尔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以利 并没有隐瞒 以利说他是约尔华 愿他造他看为好的 去做 以利渴望知道 上帝告诉撒摩尔什么信息 所以当撒摩尔当天往上 上帝呼唤他 第三次以利醒悟 对哦 上帝要告诉撒摩尔一些的话 然后告诉他 请说仆人敬听 那撒摩尔听了 上帝跟他说了 真的 天一亮以利就抓了撒摩尔了 换句话说他在乎上帝讲什么话 既然他在乎上帝讲什么话 但是他又是显示了一种的叫做宿命论 就是上帝你认为好的就做吧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是有的话 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去做 上帝你认为这样好 你就做吧 他没有改变的那个的心智 他完全把那一句话 上帝的警告听进去之后 就当作只是听到而已 而没有做任何的信仰方式 一定没有立志改变 那什么叫做立志改变 其实立志改变是关乎意念 是期待我们摆脱现况的一个意念 我们可能现在的状况里面 属灵生命当中不是非常好 我们渴望能够摆脱现在这个的处境 因此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的意念产生 这个人说我需要改变 你发现很明显的 以利没有这一种的意念 以利没有看见他生命需要改变 因此他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的方式 但是魏斯里约翰却有 当心里面感受异常温暖到之后 他就开始思考了 我确实是因为信了耶稣 我得到永生 因此我心里面开始有平安 你注意的是 魏斯里约翰跟以利 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差别 所以为什么一个生命 两个人都陷落在属灵低潮当中 当时魏斯里约翰占起来了 而以利继续沉沦下去 第二 力智改变是关乎机会 怎么说呢 其实这是一个愿意 给自己回转的一个机会 当我们有这个的意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一个的意念 说我要开始改变 我要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愿意给自己回转的一个机会 这个的机会如果错过了 我们可能就永远错过了 以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出景当中 他没有这个的意念 他也没有愿意给自己改变的机会 他错过了 第三 当我们说力智改变的时候 其实这是关乎一个行动 告诉我们是迈开回转脚步的行动 是我们他就改变的一个行动 以利没有这样的意念 他错过这样的一个悔改的机会 当然他也不会有行动 我相信如果以利那个时候 当他听到神人告诉他 上帝要审判他家人的信息 当他听到撒母尔对他说 上帝对他失望的信息 上帝要在他家里面行审判的信息的时候 两次的机会 以利如果愿意抓住的话 他愿意向尼尼威城 当时尼尼威城的那种的百姓 我相信以利是有机会的 我们都认识这一个 越拿书里面所记载的 当时上帝告诉越拿书 你去尼尼威城走三天 然后告诉尼尼威城的百姓们说 40天之后上帝要毁灭这一个的城市 然而就在越拿传讲这个信息之后 当时候尼尼威城 整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回转了 整个城市里面都回转的时候 上帝就改变心意 没有降祸在尼尼威城的身上 同样的 以利如果那个时候 他听到上帝对他说话 他有立志改变的那个的心智 我相信他的家族就不会遭遇 这么凄惨的下场 就是家族当中没有一个年老人 原本那个祭司的家族 是身份高昂 是在人面前是抬起头的 那现在上帝说 我要从你 我要把你们的家族 从这个的直分放完全抽离出来 以利没有愿意改变的心智 更不愿意展开改变的行动 用个简单的例子 当我们说立志改变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要前往KL 当你踏上 走在海味上面的时候 你肯定会面对一个的分叉路 一个叫做北上 另外一个叫南下 你要去KL 你就要南下 所以当你一看那个招牌的时候 不小心你不是往南下 你去往北走 你就发现 我不断地往着北部前进 往着这一个的槟城 往着Kadar的路向 不断地前进 不断地前进的时候 所以立志悔改 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的意念 当你走走啊走啊走 走一半看见 怎么我的路牌当中 只看到孙埃不达尼 只看到了这一个北海的部分 但是却没有看到吉隆坡的路牌 那个意念看到了之后 可能我们心里面 马上有一个的感受 就是我是不是走错路了 当我发现我走错路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寻找一个 回转的机会 因此当你看到下一个的路口 能够出去的时候 你就要马上就要出去 从下一个的路口转出去 再转进来 然后再往回走 那个是回转的机会 然后有采取行动 那相反的 如果你有这个的意念 我发现我走错了 我要去KL的 现在我去到平内 这样错就错吧 那就完了 我们永远不可能会到达这个KL 这个处境就像以利的处境一样 以利知道错了 但是错就错吧 耶路华上帝 你照你要做的 去做吧 那是没有立志悔改的心志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 当我们要重温 我们要重获属灵的温度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自我省察 我们还有一个的心志 要懂得立志改变 第三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学习去回应它 学习回应它 看圣经怎么说 耶路华来站着 向前几次呼唤 撒母耳 撒母耳 撒母耳说 请说 仆人静听 然后在二十一节说什么呢 耶路华又在世罗显现 因为耶路华在世罗 借他的话 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 非常矛盾有没有 第一节那边说 在那些日子 耶路华不常有默示 但是到了第二十一节的时候 耶路华又在世罗显现 耶路华在世罗 借着他的话 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 前后非常大的一个矛盾 在于两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是以利 一个是撒母耳 以利对上帝的话 产生麻木 不再有反应 撒母耳对上帝的话 不但有反应 他愿意跟随 所以上帝透过撒母耳 在世罗那个地方 向以色列百姓说话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圣经告诉你 从当值到别事吧 以色列人都知道 耶路华已经立 撒母耳为先知 因为撒母耳对神的话 有回应 我们回到来看 魏斯里约翰 魏斯里约翰 他属灵生命 能够产生极大的改变 其实是在于 他愿意回应上帝的话 当上帝透过 讲他的信息提醒他 你是一个得救的人的时候 他内心里面 即刻开始思考 并且开始访思 讲海上的话 当他内心非常确定 自己是得救的人的时候 他的生命 在那一刹那之间 就开始回温起来 思考一下 我们的生命 是否也愿意开始防醒的 我们是否愿意 安静在神的面前 防醒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不能够让属灵低温 继续下去 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有血痰低的话 血痰低会有什么危险 血痰低的人 他会头晕 他可能会不断的发抖 他可能会神志不清 陷入昏迷 最后可能死亡 因此血痰低 其实也是个非常危险的症状 我们属灵的血痰 如果是这样低沉下去的话 也一样 我们可能就会开始 在这种发抖的情况里面 开始冒汗的处境当中 开始不懂得思考 陷入昏迷里面 我们很可能陷入死亡 以利就是这样 他对上帝的话 没有任何的反应 导致他那一个属灵的麻木 最终导致他死亡 而魏斯里约翰 他能够重寻到属灵的温度 是因为当上帝告诉他 借着那句话 你已经得救了 你确定你已经有平安了 他因着这句话 他属灵生命开始回应 所以他开始领受神的话语 他才能够在英国 这一个的地方 开始他生教的旅程 以后来的人评价 魏斯里约翰的贡献 因为魏斯里约翰 英国改变了酗酒的习惯 因为魏斯里约翰 英国这一个的国家 开始走向复兴之路 长达一百年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只因为魏斯里约翰愿意回应 然后我们想一想 魏斯里约翰愿意回应 他愿意属灵回温 就这么顺利吗 如果我们去读他的日记的话 你会发现一点都不顺利 因为当天往上他回去之后 撒旦就开始攻击他 试探他 连续下去的好多天都这样 但是他心里面开始知道 他已经得到那一种属灵的满足 他内心里面知道 他已经拥有真正的平安 这个得救的确据 是别人所不能够挪走的 是别人所不能够抢夺的 包括撒旦在内 因此他的那个的回温 是逐步逐步地回去 以至后来 他能够不断地 为上帝做美好的工作 撒母儿积极地回应 是他不断领受默示的因素 这和以利年代没有默示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对比 这其实也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徒愿意积极回应的 那一个的重要性 因为上帝的呼声 他是要让每一个需要的人 生命都得到满足 他绝不会故意沉默不语 除非我们得罪了他 除非我们让我们的生命 陷入在罪恶的环境里面 以至我们污住耳朵 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 那我们就看见 撒母儿 卫斯利约翰 都摆脱这个的处境 而以利却仍然陷入 在这一种的处境当中 这是最大的改变 因此只要我们愿意 随时审查自己 并且踏出回应的脚步 我们的属灵体温 也会开始渐渐的提升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属灵的温度 决定我们的人生价值观 及我们的信仰维生度 而我们属灵的温度 也会感染周边的人 如果你的属灵温度是热的 是温的 旁边的人也会感受到 那种的温度 如果你的属灵温度是冷的 是低潮的 旁边的人也同样感受到 那一种的冷 那一种的低潮 不但你自己陷入 在那个低潮当中 你会拉旁边的人 一起陷入在里面 我盼望的是 在今天这个的时候 我们属灵的温度 能够再次的提升起来 思考一下 你是否已经陷入属灵低温了呢 魏斯里约翰也曾经陷入 属灵低温当中 但是当上帝的话领到 透过敬拜 透过聚会当中 上帝对他说话之后 他愿意产生回应 他的温度开始回升起来 很可能今天上帝愿意 借着这篇的信息 让你的温度再次的回温 你是否愿意准备好 领受上帝给你的温度了呢 记得 我们要自我审查 我们要立志改变 我们要回应呼声 这是让我们属灵温度 提升的逼绝 愿上帝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我们谢谢您 我们透过撒母耳记 我们再次知道 属灵低温 所带来的危机 是何等的大 以利的属灵低潮 使他 整个家族 甚至以色列的百姓 都深受影响 为是利约翰 属灵的低潮 让他的服事 没有能力 没有方向 当时他上帝的话 愿意领到他生命当中的时候 以利不愿意聆听 以利不愿意采取任何的行动 而为是利约翰 却听到这一句话 心里面感受异常温暖之后 他就愿意回应神的话 因此我们看见 一个属灵温度 影响一个人走前面的路向 所以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的信徒 我们都能够从这个属灵低温当中 走出来 我们要走向属灵高温的处境里面 让我们的影响力 从我们现在这边开始 能够上发到社区里面 愿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脚中 奉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阿们 感谢上帝让我们 透过彭宏国传道 所传讲的信息 来知道如何 重寻我们属灵的温度 好好在主的面前 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属灵观景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393首都归耶稣 与我献心才知力量 我为耶稣我求主 既要追到以后就是 地道万象为耶稣 大为耶稣 愿我身上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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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愿望多生生主义 宝贵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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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主 宝贵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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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主 既我已经注定耶稣 世界不对人有情 美梦想到世间就算 我心真实的努力 宝贵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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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主 宝贵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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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主 宝贵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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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耶稣我救主 现在让我们一起为这刚才所听的信息 我们来向神做回应的祷告 之后我们就请李德次弟兄来带领结束祷告 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声祷告 爱我们疼我们的阿爸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 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在生活中有生命气息 感谢主在过去 以圣经话语来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走 圣经话语的道 主啊 我们将目前新冠肺炎的情形 求主怜悯帮助我们 求主赐一护人员有上头的聪明智慧 来将这些患有新冠肺炎的人的疾病 让他们早日早日治愈好 可以过着自然每一天的平安喜乐的生活 主啊 主啊 也求你祝福基督福音的牧师 长老跟知识和所有弟兄姐妹 能将 能将你的教会的一切 能将你的教会的一切 能明白到圣经话语是十分奇妙的帮助 主啊 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将最高的荣耀归向主 参赞美诗歌来歌颂主 求主保守看顾 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家庭 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妹 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将最高的荣耀归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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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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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线上直播的聚会就到此 愿上帝赐福大家 我们下主日 我们下主日 在线上再见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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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Ş чаreibt福 auf anche 终身未曾删除 你和世界未曾造成 更不知到永远你是神 主啊 你看待千年 如一过的昨天 有如夜的片刻 你叫世人归于战土 白天生长万上苦干 求你只教我们数算 自己的日子 是我们的朝 智慧的心 造成我们 保障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 欢呼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众生未曾删除 你和世界未曾造成 anton耶稍微雅 主啊 祝世代 也认为 如一b 我的昨天 犹如夜的天堪 你就是人归于成都 白天生长万山孤单 求你只教我们数算 自取的日子 是我们得着 智慧的心 造成我们 保障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 一世 欢呼喜来 谁笑人 你怒气的 却是畏惧 谁按着 你感受的 智慧 智慧 谁笑人 你怒气的 却是畏惧 谁按着 你感受的 智慧 智慧 祝你只教我们数算 自取的日子 是我们得着 智慧的心 造成我们 保障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欢呼喜来 是我们得着 智慧 智慧 是我们得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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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